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神里面安息 参考经文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剑 诗篇九十一篇五节 多年前我们住在北京时 某天晚上 盗贼穿过我们女儿房间的窗门进来抱窃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大损失 但自从住所被清洗后 我们感到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女儿甚至要求用砖头封了她的窗门 幸好较坚固的窗栏和一头看守门户的狗儿 解决了问题 诗篇九十一篇向我们保证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凡信靠神的都会得到她的保护 她必保护她的儿女 脱离她们的敌人和设网罗陷害她们的人 她会以她的翅膀遮蔽和保护她们 主亲口宣告这个突出的应许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这些保证的话都很动听 不过 这是否表示我们一定不会遇到不幸的事呢 不是 因着罪恶对世界的影响 不幸的事有时仍然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 耶稣自己也曾被那恶者侵袭 而这篇诗篇甚至指向我们的主将会在旷野受试探 这篇诗篇向我们保证 当我们继续信靠和抓紧主时 无论我们正在面对什么困难 祂必定会拯救我们的 当我们呼求神的名时 祂必定会回应 祂会让我们看到祂的拯救 让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 纵使我们不明白 万事究竟怎样互相效力 叫我们得益处 然而我们知道 祂已经让我们在耶稣身上 看到救恩了 求祢帮助我们 时常信靠祢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